連任三屆 可以說對地方鄉親的寄託 而且對她的期望 還有對她往後的這個報復 她想要做些什麼事 再能夠回饋我們的鄉親 好好的跟大家來回饋一下 好好的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熱烈掌聲 再次歡迎余毅力利偉 謝謝 謝謝郭哥 是我最好的朋友 今天特地來給我站台 哪裡哪裡 謝謝郭哥 好的立委一定要把他留下來 好不好 謝謝他也帶來了 郭董跟我們柯主席 謝謝 來給我們支持 我們服務做事 都是不用分黨派 以人民的為第一優先 人民要我們需要我們不受 要做什麼 我們都努力的來完成 謝謝 謝謝郭哥 在場的所有的鄉親長輩 還有我們的好朋友 跟我們的小朋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剛剛的雨下的好大好大 來到現場看到這麼多的好鄰居好朋友 還來這裡給玉林加油打氣 來立體玉林 這股力量就是大家給我的行動力 來讓玉林可以更加的努力的 我再一次感動感恩 再感謝 謝謝大家 謝謝 真的是很感動 在這麼冷的 在這麼晚的天氣 這麼晚的時候 天氣也在下著雨 大家來這邊 玉林也要跟大家來報告 我是生長在桃園的一個客家 客家女兒 要跟大家一樣 都是非常的平凡 小時候 長大到高中的時候 因為家裡的經濟狀況 必須要來出社會 來賺錢 來養家 所以我在中立的施工所 當了15年的公務人員 那後來呢 因為要跟先生 也是因為養家的關係 做了一點小生意 賣牛奶 賣麵包 一點一滴的這樣子起來 後來呢 轉任了 當任立法委員 我永遠都記得 這個第一站 我有多麼多麼的艱辛 我永遠也一定的記得 就是因為在場 所有我熟悉面孔的好朋友們 陪伴我 打拼過來 因為有大家的支持 我更要努力 把一天當三天來用 為了地方的進步跟繁榮 為了中華民國的發展 越林之三屆 在立法院提案 就有320屆 跟我的委員同仁 也共同連署的 有2777屆 為了讓我們桃園 平正 龍堂更加的進步繁榮 我也在中央 班人預算超過了一千兩百億 就是要讓地方進步跟繁榮 剛剛提到的 像平正 為什麼沒有設站 鐵軌有經過 為什麼沒有設站 越林努力的 在計畫中 讓中立延伸到平正來 設立了平正車站 後來從高架改成地下 玉林也努力的 在第一時間 在立法院開了公廳會 最後確定 平正車站還是有 那為什麼不趕快做呢 所有平正的鄉親 又等了這八年的時間 所以玉林有責任 有使命要讓平正車站 趕快的來完成 才能帶來地方的進步跟繁榮 讓我們的孩子 能夠在地讀書 在地就業 是所有爸爸媽媽的期望 玉林都知道 因為我是用一個 媽媽立委的心情 來為大家努力打拼 從中央到地方來建設 這就是要做好 所有鄉親期待 我要做到的 大家也知道 我們整個大南市地區 南市國小 因為總量管制 沒有一個可以容納 讓我們大南市的孩子們 堵書的地方 所以玉林也知道 校長也說了 老師跟家長也期望 我未來也都做好了規劃 就是我們在山峰的製辦重劃 跟我們這個金星裡 有一個文心國小 整個地要徵收 在整個規劃當中取得 115年就可以來興建 116年就可以完成 這就是媽媽 媽媽了解 把家庭顧好了 孩子顧好了 學校有最優質的學校 讓孩子們讀書 讓孩子們成長 就是我們為了孩子 而團結努力的對不對 對 玉林 洞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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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洞帥 玉林要繼續打拼 拜託大家 繼續的支持玉林 讓玉林能夠出現勝出 然後再未來能夠繼續連勝 為憑正發聲 為憑正支持 更多的介紹好不好 好 好 各位鄉親 玉林在此時此刻 非常非常需要大家的幫忙 因為玉林不是網紅 也不是民嘴 需要大家做我的空軍 把我的所有 要為憑正 龍潭建設完成的 一起的努力好不好 好 5月28 29 30 晚上6點到10點時間 請各位鄉親 各位哥哥姐姐們 在家裡守住關鍵的電話 玉林來努力 守住我們平正龍潭的建設 守住我們孩子的未來 守住大家的幸福 拜託大家 拜託大家 謝謝 謝謝 李玉林 動帥 李玉林 動帥 李玉林 動帥 5月28號到三差連續 三天晚上6點到10點 接受到電話民調 唯一支持誰 李玉林 唯一支持誰 李玉林 唯一支持誰 李玉林 好 就在此時最興奮的同時 我們李玉林立委最好的朋友 也是立委的同事 現在已經是成為全台灣最美的縣市長 我們的南投縣長許淑華 來到現場 然後我們要熱情的掌聲 神明李玉林 神明李縣長 許淑華 歡迎 謝謝 謝謝 謝謝郭哥 我好開心喔 我今天看到玉林姐相當的開心跟興奮 大家都知道我跟玉林姐的感情非常好 她是我的好姐妹 那說起來呢 各位鄉親也知道 我跟玉林姐算是同期進入立法院的 但是那時候大家也知道 我們在立法院國民黨是少數 所以在立法院 我們除了自己黨團要非常的團結之外 我跟她默契也相當的好 感情也相當的好 我們一排集合就成為了好姐妹 所以呢今天呢 她在這個立委的初選這段期間 也請我特別來為她加油打氣 我說好姐妹在選舉我一定要到 掌聲鼓勵 桃園的鄉親朋友 跟大家問好 謝謝你們 謝謝 我想到我們一台來了五分鐘 我在後台也聽到玉林姐 跟我們所有桃園的鄉親朋友 也報告了她在這段期間 從這也二十年了 跟我們所有鄉親的這段的故事 我在後面也聽到了 其實呢就跟大家一樣 我對玉林姐的這個感情 還有對她的認識 就如同很多鄉親 剛開始看她一樣 那個時候很多人都講說 一個叫家庭主婦要進到立法院 到底能不能為我們桃園做什麼 說她是這個家庭主婦 也算對 但是她是一位家庭媽媽 但是她對於很多 在我們服務的案件裡頭 我相信大家都清楚 她非常的閒熟 因為過去她先生的關係 所以一路上所有的 這些桃園的服務案件 都有呂玉林在場協助 還有很多她所經過的 每一個接手過的案件 所以她對地方的事務 是非常的了解 跑行程這些是她的日常 她要加強的是 進入立法院之後 怎麼替我們桃園來努力 所以我覺得她非常的不容易 她也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位女性 因為我看到她在立法院 進到立法院之後 她所最專注的就是 投入我們所有的法案 剛才我聽到她講說 她在當立委 總共主題案 法案有320件 320件是非常的多 不是連署啊 我要跟各位相親報告 每一位委員在立法院的提案 你一定要對法案的內容非常的清楚 你對法案的內容清楚的時候 將來在討論的時候 你要對整個案情的 這個這個所有法案的來龍去曼 你要非常的了解 將來在討論進入到實質的 深水序的時候 你要能說得非常的清楚 我跟大家講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什麼 當時她是在我們國防外交擔任招委 同時那個時候我們政府正在提出我們這個年改 那年改牽涉的層面太多了 我看到呂玉玲她對於法案所提出 她的專業度 她對於所有在官方裡頭 應該把我們所有我們軍公教所伸張的部分 她全部都做到了 透過一次一次的說明 讓我們看到一個家庭媽媽 她在立法院展現出來她的價值 同時呢也讓我們看到 在國民黨立法院是少數的期間 她不僅僅捍衛自己的立場 捍衛軍公教的立場 同時呢 為我們所有桃園的鄉親來爭取建設 所以在那個法案的過程當中 我看她來來回回不停的協調 然後跟我們的軍方 跟我們所有的單位如何共體 為我們所有軍公教的朋友 來爭取最適當應該有的這個權力跟主張 這些的過程我們都點點滴滴 同時呢 大家也知道在立法院啊 常常我們都有衝撞啊 那時候我都看到啊 玉玲姐啊都是首當其衝啊 當我們的女漢子啊 這一點我也是相當肯定她的 所以看她一路走來啊 我們是好姐妹之外 也看到她在立法院努力的過程 我在我們在國會的時候呢 我們也成立了很多這個國會的交流團 我擔任西班牙的這個 議會的主席的時候呢 我也邀請說你來當我的副主席 他也跟我一起說加入 我們一起來做國民外交 他到韓國去做推廣的時候 做國民外交的時候 也邀請我我們一起去做國民外交 所以我要跟大家報告的是 從一個家庭媽媽 對於地方的服務認真之外 最重要的現在展現出來的 是在立法院讓我們看到 她對於法案的認真 她對於法案的了解 她對我們在立的了解 能夠為我們伸張 是不是這一次我們繼續讓李玉玲 對我們桃園來努力服務好不好 好 去年啦 去年我跟她講說 姐姐 我要回去南投選縣長了 我說要不然妳也能坐在 大家來選館市長比較有勞好嗎 她說我們現在我們電影有人 我才會跟他們尊重 但是如果我這個機會我會爭取 之後呢我聽到她跟我說 打個電話跟我說 當時是那時候是我們的議長邱議長 她說邱議長這邊有很多的考量之後呢 希望我們有更好的人選 她說我來試看看 我說好啊 最好 我聽到妳在說我最開心了 我們能夠一起在立法院打拼 我也希望將來 我們可以一起在縣市政府來努力 當然呢最後這個我們的市長啊 有我們的朱主席做最後的決定權 也提名了現在的張善政市長 張善政市長當時提名的時候 很多人也造成立方講說 怎麼提名張善政 怎麼不是跟我們土層的人無關的 但是我跟大家說 我真的看到呂玉玲很不簡單的 在那個時候 國民黨的氛圍還不是很好的時候 她第一個跳出來 她說我們團結都不一定會贏 不團結怎麼可能會贏 她跳出來支持張善政 讓我們也在全國裡頭 我們看到了 由呂玉玲吹起的一個團結的號角 當時我們不能夠忽視這樣的一個蝴蝶效應 在當時國民黨那個時候 還沒有人看好的時候 第一個喊出團結的人最重要 桃園團結 北台灣團結 北台灣團結 中台灣團結 全台灣就能夠團結 國民黨就會團結 我們要在這裡感謝呂玉玲好不好 好 謝謝呂玉玲 謝謝呂玉玲為我們國民黨所展現出來的 團結的價值 這是國民黨最需要的團結的價值 再次的拜託大家 呂玉玲所代表的是一個單純的家庭媽媽 但是她身上所有的堅韌的勇氣 她在立法院所展現出來這種專業的問政 以及為我們地方所爭取的建設 我想她鄉親都比我更了解 頭上完她的建設真的不簡單 拜託各位鄉親市長 這次五月一十八到三十五三天 你儲算好好笑話 從南到來幫你拜託一下好不好 來支持呂玉玲好不好 好 來專利支持呂玉玲好不好 好 5月28號到30號晚上6點到10點 請你接到電話大聲的說出 唯一支持呂玉玲 唯一支持呂玉玲 如果呂玉玲這次讓大家支持 繼續來做我們的呂玉 就要拜託玉玲節也要帶我們鄉親來南南給我看看 我也帶我們南南的鄉親來跟你們交流一下好不好 好 大家要看著交流走才會唱好不好 她覺得我本來就是好情話 我們有機會讓大家向上來交流 我相信說無論是我們冠軍跟市場的交流 將來我們有很多鄉人 社區 我們這社團要交流可以越做越好 最重要的一定要讓我的好姐妹呂玉玲 繼續你歡迎替我們訪台訪問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感謝大家對呂玉玲的支持 謝謝 謝謝 再次謝謝我們 許淑華南投縣長好姐妹來挺我們呂玉玲 那現在在支持的聖誕當中 我們在地的里長也都一致跑來 我們一致來贊助我們呂玉玲 好的 我們來歡迎我們里長連一會 我們莊迅城會長 歡迎 我們男士里林德宗里長 歡迎 我們江沛里長 不要請各位里長大家共同的到台前 一起為呂玉玲獻上最大的支持 一起到台上一起支持呂玉玲 繼續歡迎我們盡心里陳迷絕里長 平安里林志奎里長 北部里尤政權里長 新隊里劉玉玲里長 以及我們市議員陳偉院議員 我們歡迎今天現場 呂玲的所有里長 一起為我們呂玉玲來加油 一起為我們呂玉玲來打氣 一起為這場艱苦的在意持續的努力 歡迎 歡迎 歡迎我們里長還有我們 阿彌代表 各自的都站出來 請我們的呂玉玲 來… 這個一次站出來了 就表示我們地方媽媽 地方立委 可以說獲得在地鄉親的支持 以及鼓勵 我們5月28號到30號晚上6點到10點 接受電話明調 唯一支持誰 唯一零 唯一支持誰 唯一零 唯一支持誰 唯一零 唯一零 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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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5月22號 23 24 25 26 27 大家可以出國或者是國內旅遊 或者繼續上班 但是28號就千萬不能出門了 就當作防疫 就在家裡 等待電話打來 這樣好不好 好 這樣是最穩的 電話名調 剛剛有講到 就是電話從頭聽到尾 才是有效問卷 你如果電話一台就說什麼 無效 這樣就無效 我要問到教育程度 叫什麼名字 然後請問有幾個綠委一起出選 請問唯一支持 這樣就對了 這樣就對了 這個節奏才對 要把整個電話聽完 才是有效的問卷 這樣也能夠代表說 南投縣長許淑華 跑來這邊力挺我們呂一 育林立委的這個決心 好不好 好 謝謝 再一次的感謝我們的鄉親 今天這個團結造勢大會 可以說是在禮拜一的晚上 你看看 禮拜一晚上能夠品真的鄉親 大家都沒有什麼工... 不是 大家都把持住自己要的這個精神 來到這邊現場來支持 我們呂育林立委 這次太棒了 所以說大家記得今天的夜晚 要持續六天之後 28號到30號三天的晚上 六點到十點 趕快接起電話民調 唯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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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一 不能 賭算 好 感謝 感謝 謝謝 再一次的謝謝 謝謝我們今天的最佳大來賓 我們的郭子潛 同時也謝謝我們今天的神力女超人 神力女縣長 我們的徐舒華縣長 再次感謝我們現場地獄的 所有的對賓 謝謝我們現場地獄的所有的領長 我們領長演藝會的張先生領長 以及我們今天平鎮 來領地獄所有現場的 各位地方的領長們 再一次的感謝我們 謝謝所有的鄉親 拜託大家我們坐在位置上 我們馬上工作人員 錄影師的領長 謝謝大家 謝謝所有的鄉親 拜託大家我們坐在位置上 坐在位置上 我們馬上工作人員 開始可以 錄影師的領長 謝謝大家 陸陸續續把我們的點心 送到我們舞台的前面 我們等一下會親手的 將我們的點心 送給所有的鄉親好朋友們 拜託大家坐在位置上 謝謝 謝謝麻煩我們的工作人員 加快我們的腳步 時間也非常的晚了 對不起讓各位鄉親久等了 我們等一下會親手的 把我們的吐司送到各位鄉親的手上 那帶回去的時候 我們的吐司是鮮奶的吐司 非常的好吃 跟我們的香Q饅頭一樣好吃 所以呢 回到家之後呢 要冰在冷凍庫好不好 一定要 不停 啊 秒 uncovered